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续在台岛周边开展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北京时间4日12时至7日12时进行重要军事演训行动 并组织实弹射击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 目前全国早到收获基本结束 预计面积稳中有增 单产基本稳定 晚到栽差过八成 央苗素质较好 国家卫健委二日消息 截至2020年底 全国98%以上的社区和乡镇医疗卫生机构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 初步建成覆盖城乡的中医药服务体系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二日消息 截至2021年底 我国已建成142.5万个5G基站 总量占全球60%以上 5G用户数达到3.55亿户 二日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支持辽宁省做好抗洪救灾工作 接下来是一组资讯 二日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对天堂超市酒吧詹某某 善某某等犯罪嫌疑人 做出批准逮捕决定 三日起 所有京海南省海口市机场 港口火车站等领导人员 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办理乘机乘船乘车手续 记者日前从河南省教育厅获悉 河南省全面启动2022年国家住学贷款免息 基本金延期偿还工作 贵州日前消息 贵州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条例将于2023年1月1日起实行 条例明确对在本职岗位做出突出贡献的辅警 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给予表彰奖励 日前 国务院国资委网站公布最新中央企业名录 共98家 日前 经武警湖北省总队党委研究 武警部队政治工作不合准 批准李林宇为烈士 为其追授平时一等功 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国从一日起担任联合国安理会8月轮值主席 根据安理会工作计划 安理会本月将审议也门 叙利亚 利比亚 中东巴勒斯坦 反恐等多个问题 日本关系电力公司近日通报称 停运检修中的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内部发生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水泄漏 内部泄漏量约7吨 该公司称没有对外部环境造成影响 美国疾控中心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喉豆确诊病例已超过5800例 影响到美国48个州和华盛顿特区 日前 联合国机构宣布成立消灭儿童艾滋病全球联盟 确保到2030年终结儿童艾滋病 下面是一组服务信息 中央气象台2日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预计3日白天 河南中南部 安徽中南部 湖北 浙江中西部 江西北部 湖南 重庆 四川东部 广西北部和西部等地 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 重庆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中央气象台预计 2日20时至3日20时 内蒙古东部偏南地区 吉林中西部 新疆南疆西部山区 西藏东南部 青海东部 江西南部 福建东南部 云南西南部 广东大部等地部分地区 有中到大雨 其中 内蒙古东部 偏南地区 广东中部 等地部分地区 有暴雨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 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比较好 考虑 监偏南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